第一屆亚洲农娘论坛在亚加达会展中心登场 印尼总统祖克威也应邀出席 为整团打气加油 台湾驻印尼的农季团也在现场摆有蔬果 让民众参观品尝 台湾农季团商机势不可当 五颜六色有机的蔬果在展会中发挥的淋漓尽致 我已经想到某某某种药物在三年里 味道很好 在这边吃的东西都很酸 说不同季节的蔬果还有高亢性蔬果种子种苗 亦辅助农民提升成业 我们介绍我们以往到现在对印尼农民的贡献 让他们了解我们一些 他们市场上所出现的优良高端品种的东西 其实是来自台湾我们推广的东西 然后就是我们现有的计划 那么我们带领万农的农民 希望把他的农产品建立一个优良品牌 推展到亚加达的高端市场上面 在我地区的蔬果市场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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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在那里最適合的蔬果汁 它的质量是第一个 所以我们会继续变蔬果汁的蔬果汁 那可能在那里我们可以参加 台湾农集团主打农业技术创新产品 节能环保特性 以辅助印尼农民产业升级 获得在场人士一致的好评 欢迎新闻记者 傅一倩在雅加达的采访报道